我們來解決剛剛提到的問題 如果你把它全部執行 你會發現會有個問題 它就變成說第一頁、第二頁、第三頁一直擠到哪裡了 它不是往下放 它是往右邊擠 所以你看到的結果會變成怎麼樣 你會發現 這個最左邊的應該是第68頁了 所以這邊68 然後這個應該是67 然後66一直往右 所以你會發現往右邊這麼多 最右邊的話 這個最右邊應該是第一頁、第二頁 一次類推 所以這個顯然不是我們要的 然後把它全選、Delete掉 重來一下 那當然如果你要讓它就是直接刪除的話 那我一般習慣會在開頭的地方 寫一個叫這個工作表裡面的所有儲存格 叫Sales點什麼 點Clear就可以了 這樣就不需要手動再清除了 就是Sales點Clear 意思是說 把這個工作表裡面的資料 預先先刪掉 那我們剛剛做完之後 已經可以抓68個頁 但是 它的那個資料 只會向右幫我放資料 所以我今天需要怎麼 需要讓它向下 所以向下要怎麼向下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可以在這上面 4回圈上面增加一個變數 叫做K好了 K等於1 有點像是上個星期那個排名 第一個放第二名 然後再下一個就K等於K加1 再下一個K等於K加1 那就是一直往下放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K 放到這個1裡面 那放的方式一樣 不過因為這個1的右邊 剛好就已經是這個自串的結尾了 所以如果你要放K的話 其實不用像上面這麼麻煩 上面是串在中間 其實要這樣串 可是如果你是串在右邊的話 你直接怎麼樣 把E刪掉 然後這個在雙一號後面 加一個空白 AND 空白加一個K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K的變數 串在A的右邊 所以你會發現 那當它等於1的時候 它這邊過來 遇到N的符號 它就自動變成這樣的一個文字 那這個文字又跟這個字串 串在一起 所以就變成前的符號A 前的符號1 那就是A1的意思 那可是如果我要變更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 假如說我已經下載了 一頁 然後也放在A1 好 那麼比如說我按F8好了 F8 主行跑一下 K等於1 所以放在A1 這個A1應該沒問題 Refresh就是下載 下載完之後的話 那理論上 我這個K 現在還是1 還是放這裡不對 所以我應該在End with的下面這一行 增加一個什麼 K等於 應該放哪裡呢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個方式 游標放A1 Ctrl向下 Ctrl向下就是之前講過的追蹤 那你只要追蹤到最下面之後 得到的數字是91 把91怎麼樣 再加1 放在92就好了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用追蹤的方式寫的話 特別是游標放A1 所以你打一個 Range A1 OK 然後呢 向下追蹤的話 可能最好記一下 因為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很重要 因為將來我們要追蹤的位置 通常那個不見得一定是固定的 向下追蹤的話 就是點End End 所以剛剛我按Ctrl向下 有沒有 其實類似像這個 從A1 按Ctrl向下 那End 就是有點像按Ctrl鍵 向下的話 你前掛斧之後 這邊就會出現什麼 讓你選 你是要Ctrl向下 還是Ctrl向左 向右 向上 那我們就選一下好了 我建議是用選的 你不要自己打 因為打的話 常常出問題 像之前常同學看到X 後面是什麼 應該是L 特別是不是E 之前同學打成E 然後就出錯了 OK 好 然後後括弧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就是Ctrl向下 所以如果你假設用鍵盤 敲的話 就是 游標放在A1 然後按Ctrl向下 那Ctrl向下之後的話 我需要讓它停的位置 告訴我什麼 告訴我 不是裡面的資料 而是這個旁邊的數字 是第幾列 那哪一列的話 你在後面再加個點 告訴我 它現在所在的列 列的話就是這個 叫Row的一個屬性 就是它的資料 OK 那它就會幫我把 點Row裡面的資料 拿出來 那裡面就放什麼 放91 所以就把91 所以就把91放在這裡 那可是問題 我不是要在91 我要91的下一個 所以就把什麼 把這個加1就可以了 OK 後面加1 好 那這樣OK了 所以關鍵就是這一行 OK 這個我是建議 還蠻常用到的 甚至我建議各位 可以把它背起來 因為這個其實用到的機會 真的太大了 哪一個儲存格 向下追蹤到的列 在哪一列 好 所以按F8 我們就多加一這一行 等於就是最最最關鍵的地方 OK 所以向下追蹤 得到的K 看一下 92沒錯 所以 這個時候K等於92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再按下一個 因為現在I等於2 OK 那因為現在K等於92 所以現在等於是 K是92 所以放的位置應該是 A的92 對有沒有 A92 好 那A92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 下面這裡 我們來試試看 抓第二頁看看會不會放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發現 8月19 再來就是什麼 8月16了 有耶 OK 那所以 那再來 結束之後的話 在K等於 向下追蹤 那因為 這個第二頁已經又新增了 所以這個範圍 是不是有增加 我們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油要放上去 182 Ctrl向下看一下 Ctrl向下 182沒錯 有沒有 然後加1 那就183 所以 K等於183 所以 同樣的道理 在F8 一樣 在I等於3 意思是抓第三頁 所以等於是抓下一頁 就放在它最下面的位置 那不就OK了 所以 我這個把它全部執行好了 那你會發現 它就一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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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放了 應該還蠻OK的 好 那這樣的話 最後Ctrl向下 看一下 Ctrl向下 6167 也就是 全部 68頁的資料 就是 Ctrl向下 就是6167 上面這個是 這個錯誤應該是寬度不足 把它拉寬一下 好 這樣的話 一氣呵成了 就全部OK了 所以最後 我剛剛批示 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跟各位重點複習一下 1 把原來的A1 改成ANDK 然後呢 上面記得 初始值 K等於1 然後把它放過 再來最關鍵 就是這一行 K等於什麼呢 從A1 向下追蹤 有沒有 然後呢 這AND向下 有點像Ctrl向下 得到的列 列號幫我帶過來 比如91 把它加1 然後再丟給這個K K就變92 它就會放在92的位置 大概原則上 就是只有增加這個地方 那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要怎麼統計說 到底 所以你會發現 已經抓回來了 那再來抓回來 我們接下來 其實就是只要 把什麼呢 把這些資料 留下這些 大樂透重獎 這個號碼 但是大樂透還有一個問題 它這個號碼 它是把六個號碼 放同一個儲存格 可是統計沒辦法統計 所以我們還要把它分開 那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我講的這個部分 那剛剛的原始碼 在第五頁的地方 其實也有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